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郭凯茨论他有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就是 预设情况之下 预设情况之下 您现在这个班级呢 所开的这一个连结 他会认第一个 每次上课的时候 记得哦 是每次 每次上课的时候的第一个同学进去的 为主控权 这个很严重 所以呢 变成老师如果没有比学生先进去 你的主控权就会被学生拿走了 好 所以你看我demo给各位看一下 我先把它重设 重设之后呢 好 我现在呢 呃 个别个别进去没有用 是在这一次上课的时候你就要先进去 你现在进去了 那学生还没有进来 那你就是主控权 而当你明天上课的时候 学生又比你早进去 主控权又换学生去了 所以他的主控权是会换人的哦 这是GuruCathleen的问题 好 那你看 老师现在如果已经开了 我重设咯 重设之后呢 我把这一个 好 打开给学生看 按下储存 好 我们在我们的课程的第一页首页的地方 就会看到这个连结 好 我现在是老师的身份 所以我先点进去 好 我先进去哦 所以现在主控权会在我身上 来 老师现在先进来后 我们按下立即加入 OK 现在是我一个人而已哦 好 那启卫老师请你们加入咯 然后我们也可以顺便示范一下 外部老师可以加进来的方法 好 现在启卫老师已经进来了 进来之后你会发现哦 你往下看这里 你们看一个盔甲的图示 我现在就是讲师 我是主控权 所以主控端在我身上 那当然主控端在我身上的好处是什么 我可以把学生踢掉 好 另外的上方这三个功能 例如说设为静音 主办人的控制项全部都有 所以呢 学生进来之后就是掌控在我身上 OK吗 好 同样的连结哦 同样的连结哦 我们明天要继续上课 好 来 那请问老师我们现在退出哦 我现在把你退出后 你重新再加入一次 我比你晚进来 OK吗 好 来 我们先退出 好 整个全部都退出 结束通话 老师可以结束通话 现在明天要上课了 当现在要上课的时候呢 学生已经先进去了 我现在是老师比较晚进去 好 我们现在进来 好 那我现在是老师 我晚进来的时候 我们按下立即加入 OK 主控权已经不在我身上了 所以你看左下角 我已经没有盔甲的图案了 并且右上角的地方 这边就看不到了 OK 所以呢 这一段的话呢 我想要让老师们知道的 很重要的观念就是 这样的一个课程 在上课的时候 你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你要比学生还要早进去 如果你比学生晚进去的话 那就会发生这种问题 好 那怎么办呢 老师解释一下 请问老师不好意思 我把你关掉 好 没关系 我把你调就好 所以这边呢 我们解释一下几个观念 也就是说老师们 如果你只要 你使用的是Google Cashroom 来上课的话 那你特别注意呢 有老师有几个方案 第一种是 老师们您可以先进去 你先进去 好 那你先进去就等学生进来 那当然学生进来 你的主控权就在你身上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第二种情况是 有些老师他是一个班级 用一个班级的方式 然后呢 所有的科任老师跟导师 都是进到这个会议室来上课 所以这一门课现在目前上完了 那要下课的时候怎么办呢 好 因为主控权要换人嘛 所以呢 你就记得 老师要场控 老师要请所有学生 全部都离开 全部都离开 最晚离开的扣分 这是我们在FB粉专 有个老师分享的 他说全部都离开 看谁最晚离开会扣分 学生小朋友就很快的出去 出去之后呢 请客任老师也离开 然后这时候换客任老师进来 然后客任老师进来之后 主控权就在客任老师身上 客任老师就会继续 让其他的孩子家进来继续上课 所以这个就是变成要场控 了解吗 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呢 好 解决方法是这样 好 我现在再进去一次 好 那现在没有学生 所以老师现在进去 我们看一下主控权 就会在我身上了 你看 主控权就回来了 好 那这个我 呃 前几天就是有一个 学校老师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然后竹林中学老师 他就来跟我讲这件事情 我有测了一下 那后来他有找到了解法 他跟我说 其实呢 这功能就是这个快速存取 我这边关掉 我下次再进来都一样 学生的权限我还是拿不回来 所以呢 这一个功能 他必须在后台 他要在G Suite的后台里面 把快速存取这个功能关掉 就可以了 你关掉之后呢 就可以处理了 好 所以呢 可能各位老师要特别注意一下 回去跟资讯主长讲 如果你们学校的是自己管理的 那就是请他这边设一下 如果是教网的话 请教网处理 不然的话呢 这件事情在Google Cashroom里面 很麻烦 好 那再来第二个 如果真的我们碰不到后台 碰不到管理员 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 怎么办呢 请老师们舍弃这个方案 请你不要用这个方案来上课 你到右上角这边 把这个功能关掉 关掉 不要用学生看了 你把它关掉 关掉之后用什么方式呢 来用最安全的方法 你们自己去设定 自己去设定形式力 也OK 自己去设形式力 或者是每个老师都去开一个新的 好像例如说 我现在进到Google Meet里头 然后把它关掉 我现在进到Google Meet里面 好 我如果 就是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这样 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解决 你要换方法 要不然的话 你们会被这个问题卡死 好 我现在我的账号进来后 我就开一个新的会议 直接进去 好 那你现在有这个会议了之后 就等于是每一个老师 都要有一个会议 每一个老师都要有一个 好 那我自己呢 我就把这个会议是 keep起来 就是复制起来就好 那像我 小朋友他们学校就是这样 每一个老师就是一个会议室 然后把这个老师的会议室 就是学校整理好一个清单 一个老师就是一个会议室 那因为他有很多班级嘛 这个公告在学校的网站上面 然后家长呢 他就是看那个功课表嘛 所以呢 就到学校下网去下载 这个Excel档或是PDF档 今天要上课的时候就给学生 小朋友他就会自己知道说 好 我现在是英文课 我就找英文老师 点英文老师的连结 一点就进去了 那因为是由老师自己建的形式力 你的权限不会被人拿走 就算是学生先进去 学生也进不去 因为一定要由你来处理 所以这边老师结论一下下 在使用Google Meet这个功能的时候 两个入口 一个是Google Cashroom 一个是个人的账号 教育版账号 但是你自己去开形式力 就是开启方法 一个从Google Cashroom开 一个从你的自己去开Google Meet 自己开的这个安全性是最好的 因为就是你的东西 那如果是Cashroom的话 就是谁进去先 就是那个人 所以呢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从后台去解决这件事情的话 请你记得不要用Google Cashroom的连结 请你用每个老师自己开 那或者是固定的连结 放在你的Cashroom上 例如说我在Cashroom里面 有一个每个老师的名字 每个老师的连结是什么 公告一下 那学生要上课 就去点那个老师的连结进去就好 也OK 那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班级 一个连结的话 就跟所有的客人老师讲好 时间到了请小朋友都退出去 客人老师在固定的时间内就赶快登录进去 登录进去之后 主控权是客人老师了 好 再请小朋友们进来 这样了解吗 要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快速存取的功能呢 一定是从后台处理的 这边要光更开 在Classroom是没有用的 必须是你自己建的才有用 你自己建的才有用 所以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好 所以老师花一点时间来讲一下 Google Cashroom主控权的问题 因为这几天好多好多问题都是在Google Cashroom上面 所以要特别注意 要从后台来调整 才能够解救这件事情 大家加油啰 那我今天就到这边结束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